203,大公報,不具負40攝氏度高韓抗風沙與雪罪北高鐵哈齊客運市通車 2015年7月14日中國新聞A19,大公報信 據新華社哈爾濱報導,中國罪北高鐵哈爾濱至齊齊哈爾客運專線 日三日開始進行全線試運行 當日午時18分D500一次試運行動車組快速駛離哈爾濱站 以每小時250公里的速度開往齊齊哈爾濱站 為確保動車組在高韓地區安全運行 鐵路部門對列車排葬器材則進行了強度改造 可以保障動車組在負40攝氏度的高韓條件下持平 具有抗風、沙、雨、雪、霧等惡劣天氣能力 哈齊客專視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工程 是中國緯度最高的高韓高鐵 也時克隆江省內首調整制客運專線 工程於2009年11月30日正式開工建設 新建正線長度281公里橋樑佔正線里程的61.7% 雙線電氣化設計速度250公里每小時 全線共設哈爾濱北、兆東、安達、大慶東、大慶西、太康、 紅旗營東和齊齊哈爾濱站八個車站 預計將於8月份正式開通運營 計劃開行動車組28隊、年運輸旅客約800萬人 至5月23日進行聯調聯試以來 鐵路部門經過軌道、路機、橋樑、通訊、 訊號設備的動態檢測 使全線具備試運行條件 試運行期間動車組將進行參數測試、 故障模及應急演練和安途行車、檢驗原線設備設施 以及整體系統穩定性及能力 使其全面滿足正常運營要求 改造列車排葬器材質 據介紹哈齊客專採用 CRH5A營動車組列車、為確保動車組在高韓地區安全運行 鐵路部門重點對列車排葬器材質進行了強度改造 提高冰雪排葬能力 同時,還改造了車體群板的密封形式 防止冰雪卷入車體 並對車體門槍加裝了集水槽 防止水珠結冰造成車門無法開啟 這些改進措施可保障動車組在負40攝氏度的高韓條件下 持平 具有抗風、沙、雨、雪、霧等惡劣天氣能力 哈齊客運專線的開通運營 將極大改善黑龍江交通運輸條件 形成哈爾濱、大興、齊齊哈爾三大城市 與省外大中城市交通連接的重要快速通道和主要幹道 成為龍江陸海絲綢之路經濟大建設的重要支撐 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